好 看一下 看下预生 首先颁掉什么 机械 只能颁四个 前锋济丝 全给颁了吧 先颁寄丝 前锋慢慢颁 颁昆虫 放出前锋 这样子一个套路是没想到的 这个颁昆虫 会不会打雕刻家的一个意图 有点明显的感觉 但是这边小提琴 但他雕刻家很可能会被颁呀 对啊 就是你放前锋 然后还把 就昆虫给搬了 那放前锋的话 其实 放前锋也就算了 其实一开始想着 他有没有可能是拿红富人 但是他把昆虫 是 把机械这些都给按掉了 而且回来是把 圣星医院放你帮帮给你打 其实如果他一开始 铁了心想打帮帮的话 其实昆虫 第一手应该不会直接点 是 可能点个佣兵会更好一点 那穷者选择了佣兵加前锋 而且放错前锋的话 他的余女也不太可能 我觉得邦邦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既然你放我邦邦了 你看把空军搬掉 那这样的话 邦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对 其实邦邦也可以搬昆虫吧 我是觉得 对 就是你昆虫 虽然说我可以炸 但是要打 但是 但是我也可以搬掉 我可以选择 不受你的干扰 对 你虽然说 我这个可以烧你的虫子 但是你还是可以干扰我的嘛 你不管怎么样 虫军你医院堵波路 一炸加一刀吧 那我感觉邦邦可能又要来了 调香师来了 这首是来counter一下 红夫人的 调香师画家 但我觉得邦邦可能性高啊 画家加调香 有点似不像我觉得 他就是一人防一手吧 对 但是其实谁都没防到呀 对 又能针对帮帮 又能针对帮帮 但是又怕红夫人 又怕帮帮 对啊 所以说 就四舍五路抵消了 对 防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防住 这样子 也行吧 打邦邦的话 我觉得画家 有前锋要保一下的 然后调香的话 如果真的是 算是被追的话 尽量中场玩跳楼香嘛 是的 多牵制一分 毕竟也能利用上 二楼的这一个地形 是的 这首邦邦放出来 倒是我没想到 对 毕竟已经打到了第四局了 对 你跟余生说 我第四回合 还能拿邦邦可以玩 还慎心一愿 是 他们觉得 昨天的小提琴 发挥太好了吧 是 好 现在进入比较画面 本场对局 战友斗舞的凶者 对着FPX猪穴的监管者 由解说童话 潘大帅 压紧为您带来 iVL实时赛逛解说 这个刷点是直接要进中场找吗 它是往回走了 回废墟了 废墟两个人 这边招遇见 他这点位应该是出人在那个就是两百一窗地窖点 往那个废墟看有一个人的那个地方 这里的话找两个人都被找到了 而且交相思是第一个想吹的目标 这个五秒雷卡的中头奖 香水逼了出来 桑西这里带的是个金身啊 再来一个五秒雷 直接把里面的路给封上了 是的 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吃 哎呦 不掉了 没弹到炸弹 那这样的话 想办法转中场了呀 是啊 这一波我感觉怎么样要吃一颗炸弹 而且香水蓄上了 坏了 雷蓄不上了呀 这里是如果有一个香水 应该会放个香水再打一刀的 再回溯 好的 那其实回来了 我觉得余生也能接受吧 嗯 毕竟没有往右转 但他没有那个追击技能 他带的是个金身 所以这边抓调势还是偏慢 手上的香水又好了 再下回 我的天哪 三瓶香水全部用完 怎么说 一刀车 哦 鼓道一刀 那这样的话进中场 还能牵住 两个人经过了一波很久的心理博弈 是 应该是已经能猜到肯定不是插眼 对 那这样上戏有点亏了 他这样进了一院 但是没有香水跳楼了 呃 但是只要能进中场 只要能上二楼 就也不好追 你看波波在边上虎丝丹丹的 好像准备随时要撞一下 他顺便帮忙看一下嘛 你到底有没有反绕什么 那被迫换节奏的话 他其实上戏这一波牵制是非常成功了呀 对 他在医院可以直接找人调整或者翻箱子 对 他其实带牵着的话 他上来最愿意抓的应该是这个画家 是 但画家的话其实做得起啊 一波二连躲开了 前面再翻回去 那整个机导节奏应该要接近三台级了 是的 甚至超过三台 画已经吸出来了 前面有一波二连的机会 有一波没有连到 这里应该能连到一下 三连 前面画画好了 画的画倒是印象不大 因为有金声 这个金声一定会顶这幅画 但是画出来了 只要就是看这波炸弹 能不能连上 然后一刀带走 这个是关键 因为张力剑的走位 哎 秒掉了 还行吧 是 但是波波前来撞救 对 他有一波撞救的一个机会 现在就是说你金声交完之后 对于求人者来说的话 你金可救 退可保 因为你没有技能出来干扰 这一波波波是如影随形 一直在跟着 下板了 来 放下来了 想防一波 做一个纪律性 防你撞救 五秒钟 这五秒雷也是封住了 是的 这波还是蛮关键的 因为这波撞救以后呢 赵玉剑他就又能去画一幅画了 是的 一个遥控雷又炸到了前锋 是 那这个人其实前锋这边不好救了 那其实还好吧 可以让一花来卡满救 一花卡满救 前锋再撞救 对 主要是什么 画家他其实他没有过半这一说 是的 所以他秒救也不亏 理论上等到他最后一撕救下来 他还能再挂一遍 对 他其实亏的点就在于 等下一波前锋撞救的时候 可能他的精神好了 对 这里的话 应该是傭兵还是要救一波的吧 直接卖掉吗 因为对于抖五来讲 其实他们卖掉保平也是可以接受的 中萱如果也保个平的话 是的 是的 一花这救人的话就反而是给到机会了 对 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冒险 对就是尝试救 还是之前那个就尝试救 但是如果救不到呢 或者说你守得比较紧我就算了 对 这个动作 不会 前锋来了来了 两个人 怎么说看 好长的球 撞到了 我的天哪 那这波直接开始画画张玉剑 甚至就卡在你精神 还差十秒钟后 对 就卡你精神的一个CD7 哇 这一波的一个配合就有人 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没有开始碰 这是一个五分之四的球 碰上了 四成 那这一波跑进医院真的是如鱼得水 对 还有一幅画 我的天 当然精神已经好了 是的 手上还有一点球 这波 没有转进医院 是被强行架在外围了 这里的话其实前锋这点球的话 至少还能一波短撞的 手上还有一个遥控雷 直接画 看画 但是精神怎么说 交了 这样的话 借克雷应该是能 哎呦 出了 差一点点 还交了一个遥控雷 遥控带走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前锋 还在边上 而且张玉剑的画家还能再有一怪 是的 前锋这边 哇 撞下来了 撞下来了 今次波斯要直接扛 但没有扛到 密码机够了 还没有挽留 现在张玉剑在往一个废墟走 大门 小门都在点吗 只在大门点 大门在点 但是手里没有技能 对于余生来说 对 你这时候技能交了 开门站 只能处理这个画家了 还有个很大问题是什么 张玉剑他两步交完的画家 他的移速甚至可能会比 没有挽留的帮帮还快一点 是的 现在就架在原地 一个遥控雷 但是张玉剑这边 感觉也不想走了 对 他就拖着了 他拖够开门的时间 对 有三跑还不够吗 对 我的天哪 那就给到了猪穴的求生者 是必须要四跑 是 还比了个夜 确实这把 因为当次确实是一个工程 是的 该队的一个工程 这把还有一个工程 上系的调师 其实牵制的时间也非常的久 是的 主要是那波段的节奏 他如果说当时第一波 所以调师就能击倒的话 就不一样的结果了 对 他其实三瓶香水 其实我们说正常应该是 可能说是拉开距离 先放香水拉开距离 然后强劲中场 跟着玩跳楼箱 但这样的话围绕中场的话 你又有可能会干扰到鸟龙那一台 然后他有发现他这一波 两波回溯 包括其中还回了两波 是回的雷 是的 真的就是不省香 是的 比较可惜的 就是五秒雷封板 对于生来说 五秒雷封板那一下没炸到 如果炸到的话 其实可以更快的破箱 或者说更快的开出遥控雷 他其实五秒雷封了那一口的话 他要不然再去补一个二连 去铺一下这个范围 范围扩大一点 江湖可能会炸到一下 他其实是铺了一个的 但是没铺到 他一共就铺了两个嘛 对对对 但是被上系先躲过去了 对 他留的过年太大了 他就完美地预估了那五秒钟 对对对对 就上系第一波打得太漂亮了 是的 两个雷封住他的两个交互点 结果上系一颗雷没吃到走了 下了个板子 对 确实 那你在想如果对于职业选手他们来说 如果你放个十秒雷呢 放个十秒雷 十秒雷颜色不一样 十秒雷颜色不一样 对对对 就走了吧 没错没错没错 是我傻了对不起 没有关系 但是确实是牵制得非常漂亮 是 是 就我觉得真的斗舞现在这个求生者太恐怖了 对 就他们的一个打法让我就是觉得 哇 本身就是我觉得保平保平保平不就好了吗 对 没有 我这要打一次吗 我要我要在这个场边上秀起来 对我觉得就现在这些数据都已经是 形容他们已经有点苍白了我觉得 就你我们回忆一下刚才那 经历的这个五分多争那一个小局 四个选手他每一个人他都发挥了自己概念的作用 对对对对对 没有一个人是出现了一点点失误了 就包括那一波 我们甚至所有人都觉得说那一波你就卖了吧 嗯 你多稳啊 你多稳 卖了保平保平不香 多香呀对吧 哎不行 不行我就就是要来就 从第一局到第二局 而且要派两个人来就 对 一直延续到这一局的一个想法 是 你看着当时那个移花那个动作 你看着当旁边波波那个动作 你看着就是麦的那个动作呀 对对对对 然后天外一颗飞球 我就看着那个那个球的那个耐久都哗往下掉 然后还关键还撞到了 不是 他当时绕了一个圈转 嗯 当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就是废墟是张玉剑画家的一台大遗产 是 95左右 对 然后前锋一波 想要撞救但失败了 他就强军把那个妙马基给补了 对 完以后再过来配合 对对对 配合的一波救人非常的秀 就和这一波救人非常的秀 就是